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pin的视频 我这家的视频 或者是否得了 这家的视频 那请不吝点赞 订阅 哪儿 咱们两个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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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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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先生 也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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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个人 违令那些人什么 对 嗯 美食 什么 犯罪 因为昨儿个呀 咱就给魂民食堂 送过二十斤羊肉 零售的一份也没有 姓善的警察胆子不小啊 这样查出来 得拖棺烟吧 岂止拖棺烟啊 最少三点有期徒刑 真的啊 那还要假 没想到他这个人 竟敢知法犯法 那您看这事 算了吧 人家也是为了梁老爷子 又不是营私舞弊 那天要不是何爽不跟我面子 那半斤羊肉 我会亲手给他送到家里去 就是 人已然没了 咱还是给自己个啊 积点赢得吧 哗了他 这事你知我知 咱绝不能害人 好嘞 唐经理 我多句嘴啊 您跟何爽 学长学长 该干吗干吗去 我晕得着啊我 我谁在脚面上还肿着呢 就是 梁压长 你爱人找你来了 让他在办公室等我 我说话就过去 好 好 好 你快点啊 你先逗着 我马上回来 你们厂太难闻了 离二米地就能闻见了 酱菜厂多褶味 你给你看看 现役军人 你还嫌不够乱啊 何爽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我见过了 三十竹头 身高谈吐气质 要什么有什么 跟何爽绝配 老梁 我劝你别操这份闲心了 成不成啊 我跟何爽已经很难沟通了 这么着 这事呢 由你出面 千万别说是我前线大桥杂 真成了 谁介绍就无所谓了 我不想再管了 我劝你啊 也别再管了 何爽他心里有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他心里有人 他那人在哪儿呢 死走逃亡谁说的精装 不能心里装着个人 当一辈子老姑娘吧 我告诉你这样下去不好 对他的思想 对他的觉悟 对他的生活 简直太危险了 这思想觉悟的事 靠的是自己自身的改造 绝不是靠搞对象 就能解决的 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 走走 尝尝我们尝 心研制那臭豆子去 我不去 在这儿都熏死了 来了您哪 这儿坐 您好 您好 大点小点啊 大点 分头啊 大杯 飞机头 这活我们不做 不会啊 上级有规定 不让做了 我多给钱啊不行吗 您钱给的再多 这一分钱 也搁不了我兜里去 这不是钱的事 大兄弟 我说你这什么历发店 这飞机头不会做 对不起了 大兄弟 李哥 这活儿交给我吧 这 小何 来 您过来坐吧 那好嘞 知道这袋子也来历吗 我师父告诉我 大清宿官以后就昭告天下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这话我听过 那会儿啊 那剃头挑子上吧 都贴着这个十个字的黄绑 旁边呢 还站着一个拿着刀的八旗兵 反过往男子 拉过来按那儿就踢 也有不怕死的 脑袋立马搬家 您可别吓着我 后来等汉人听话守了规矩 这个黄绑呢 就换成了磨刀用的黄牛皮 这是康熙想出来的招 一旦让汉人记住这十个字 您不会是想给我歪秃瓢吧 放心 头发发这两样 都给您留着 何庄 你出来一下 你姐夫是一根筋 你又是杠头 我怕你们俩再闹别扭 他给你介绍对象 你别跟他来横的 同意不同意 还不然你自个儿拿主意 回头又说娇娇看 娇娇看我烦透了 前日肯定是一媒婆 指不定谁的人情没还上 这辈子跑我这儿不来 你瞧一瞧 你又急了 他说见你就见了呗 见了以后你跟他回过话 说不成不就得了吗 你姐夫那是对您好 他对你没有恶意 你不就耽误点功夫吗 听姐的一句劝 成不成 成 成 兄弟 慢着点 要不是急着让你娶媳妇 你电话坏了我没关系 你电话坏了这东西 这 怕耽误您娶媳妇 快 快 兄弟 我来吧 真啊 行了 您 好吃 辛苦了兄妹 何物谢的 喝爽 喝爽在家了吗 爽 来了 这什么呀 好东西 闪失 闪失 警户在说 什么破玩意儿吗 我乌班 这怎么那么吓人啊 没事 没事 咱先弄俩刘海试试啊 成的话咱再做拳头 慢点 多 好 我说你别乱弄 我通电了啊 好 还吓人了 没事 没事 不紧张 这个不通不行 通大复了吧 这容易给烧了 怎么样 还行 好 再给一点 怎么都成狮子狗了这 谁弄的 小姨 往后看看 没事 走 等会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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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叔 手别不老实啊 来 手笋子 这 别 这 别 来 来 来 张成长 干吗呀这是 干吗 我都看见了 不 我是怕垫着他 你怕垫着他 姐夫 你误会他了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呀 我告诉你吧 我跟老叔好上了 不用你担心了 往后的事啊 我自个儿做主 架谁不架谁 跟您没什么关系 您请回吧 赫爽 你别开玩笑 你得对自己负责 我就是因为 对自己负责 才跟你说这些话的 太小姨 你都二十八了 女同志一过三十 可就不好找对象了 我是完全是为你着想 就算是你为我着想 我自个儿的事 我得自个儿拿主意吧 不让你在这儿多嘴 少费心了 老叔 时间差不多了吧 老这么通车店 我根颤 行行行 经不住别人这么折腾我 好嘞 好嘞 我挂了啊 德哥 思想改造的任务 是长期的 思产一思想 无时无刻 不在侵蚀着我们社会的机体 危险就在身边 而我们有些同志 却毫无察觉 梁定元同志 说着说着搞对象的事呢 您怎么说这个上头了 何爽同志 你在这两方面都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大 那您通知公安机关 你直接把我抓起来 不就踏实了吗 我们会严格区分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 你这属于人毛 不属于敌毛 你干脆说我是猴毛 直接把我送动员去 你爱什么毛什么毛 去 拿着金刚脸烧 再买两根粉肠 干吗呀这是 不干吗 庆祝 他眼睛里插不进棒锤 我眼睛也揉不得沙子 好嘞 好嘞 妈呀 结果我们老师 让我写的诗文叫英雄 念吧 我写的就是警察善叔叔 但我没有您的真名 那你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爸说他小名叫傻三 所以我这也就管他叫三叔了 嗯 好了 知道了 您念吧 英雄 三叔是一名人民警察 他长得又黑又胖 很不起眼 如果他不穿警察服装 谁也猜不出他会是警察 更不可能想到他曾经是英勇杀敌的英雄 一九四八年 三叔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参加多次大的战役 在一次战役中 三叔的走壁被弹片划伤了 但他轻伤不下火线 和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 二龙立国二龙龙一次 三龙龙两次 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令我吃惊的是 在一九 在一九四八年以前 他掌握国民党兵 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 跟解放军作对 但是爸爸说 他是解放军战士 就是投降以后 国民党兵 干什么写的 是我小爷让我这么写的 你小爷怎么说的 我小爷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再说了 这些故事不也都是您亲口跟我讲的吗 那我让你写 董屯瑞黄继光 你怎么不写啊 我小爷说 大家都知道这英雄 写不写的不吃剑 你小爷懂个屁 文章千古事 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往纸上写的 你知道吗 是 他实力有功 可他在国民党军队里 拿枪打过解放军战士 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英雄呢 你小爷的建议立场 本身就有问题 我小爷说了 国民党军是被共产党给感化了 所以也可以成成为英雄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啊 这篇作文你给我重新写 肯定说那些战斗英雄书上都有 那江一路说没有吧 我这有报纸 当时拿着自己看看 那不成抄了吗 怎么是抄啊 我让他看看 然后变成自己的文字 再说了 就是抄也没娄子知道吧 老梁 怎么了 梁厂长 大嫂 今个是我跟何爽正式确定了 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想请您二位上我那儿吃个饭 咱们喝点酒庆贺一下 您二位是何爽的家人 往后 老叔 你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呢 没听清楚 你和何爽确定了关系 什么关系啊 就是那个 恋爱关系 就是搞一项 对 就是这关系 何爽 你吃醋药了吧 你闲着没事抽什么疯呢你 老叔 我说什么话你可别往心里去 何爽她是我妹妹 我家的话是论事不论人 是 何爽 你好好想想 你是个黄花大姑娘 又不是嫁不出去了 老叔她 老叔她怎么了 她不就是岁数大点 带俩孩子 你不就想说这个吗 这事啊 我经过长期慎重 严肃认真地考虑过了 这事没什么不行的 老叔人好 精明能干 带人热心 叔嫂去世六年了 他不是不能找 为什么不找啊 他担心孩子小 怕后妈进来 孩子吃亏 这种男人 他能错得了吗 我也没何爽说得那么好 不过 怕孩子吃亏 这倒是真的 现在孩子也都长大了 都懂事了 我也适当地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我爸炒了一大班鸡蛋 香着呢 是个窝子和伞玩的 不要稳 妈 往后我跟一海叔叫什么呀 那还有说老姨父呗 鼻子 赵三不咱俩的玩意儿 说什么那您 杨探长 大嫂 我是诚心诚意的 我 这么多年咱们老街坊了 我什么人品 您二位是最了解的 待会儿无论如何 请您二位赏个脸 成吗 老叔啊 何爽 你们带孩子先回去 行 那我们就 走 走 咱们走 来 来 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老梁 我瞧人老叔是真心的 你给个棒子就认真 要去你去 反正我不去 算马 咱这咱一块喝点飞 我这涡头刚结锅 喝什么喝 老叔喜欢我妹妹啊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爸爸的一时 就把何爽起去门呢 你不明白这里的事 何爽根本不可能看着老叔 看着是 这回啊 他是认真的 你没听我妹妹 刚才说那些话吗 倒也是这么个脸 老叔啊 虽然有两个孩子 人品没有什么可以挑的 问题是 我妹妹她自个儿愿意 咱们就干涉不着了 她那是跟我斗气呢 你还没老这么就糊涂啊 我妹妹啊 是打死也不会说瞎话的主 你这个做姐夫的 是眼瞅着她长大的 她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婚姻大事 开玩笑呢 她就是开玩笑呢 你急死我你 行了行了 我妹妹的婚事 是咱俩最大的心病 只要是解决了 咱也就踏实了 你只当姐夫的 陈天道晚的 为小姨子的婚事 忙前忙后 名不正言不顺的 让我出去啊 话也好听不了 你说什么呢你 你们合计这间里啊 一堵户的车子 姐夫 敬你一杯 干了啊 今儿就喝到这儿吧 孩子们 都回哥的家 拿着自己凳子啊 爸 碗筷收不收啊 这孩子 怎么这么没演那件啊 这大人们没吃完 你能收吗 你这不是明摆着 哄客人走吗 真是 去 跟你哥外边玩去 外边玩去 外边玩去 你妈的孩子就是不懂事 是差点意思 没事 一会儿啊 我收拾 行 老叔 喝水啊 我敬你们俩一杯 我提前 提前祝你们幸福 谢谢大姐 行了 你别喝了 干吗呀 干吗呀 他都干了 你不让我喝 是你叫我过来吃饭的 你不让我喝酒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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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甭劝了 您就让我给老革命满上 你说什么呢 谁老革命 我跟你们说啊 谁愿的 你 你 还有你 对对 我 也有我 老马不算 算了吗 一忘混蛋 一锅里脚马勺 狗咬狗 没错 还真是狗 是一条赖皮狗 你骂老子赖皮狗 我招不去等你了 我告诉你梁景元 本姑娘不是灯箱里的鸡蛋人 跟八度来八度去的 你骂老子 你给我介绍那几个男的 你个个个假正情 什么假 我姐的老爷子 我不要跟你翻 别人没没了 你还 你还跟我翻 我告诉你 蔡小云 有你这句话就行 你的事以后我还不管了 我没罪 你们别以为我罪了 还要恨我 我没罪 我没罪 我给你介绍对象你了 我没罪 你别死 你用身脚底 你不管闲事是不是 你老爷子 你不想起来 你老爷子 你不是小姐 你不是小姐 你这要给你帮忙 这要给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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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啊 可以 理髮呀 坐那儿吧 打你初十起 梁姐仁还没进过这理髮馆呢 我手到擒来 不算个事 都让我喝高了 那什么 我也喝多了 我说了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啊 俗话说 酒后无言真君子 长这么大呀 我还真没见到这样的君子 你我不找钱 都有一个德行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都是名事 用不着被人 你跟老叔那都是演戏呢 我信了名劲似的 我聊你人 你还想着卖鸡蛋怎么着 你别误会啊 我没那么见 我跟你说 你别误会啊 以后你的事我绝不再管了 我们的事你也别再掺和行不行 你这你的闲菜 我剃我的头 我掺和得着目我 瞧着你挺机灵的 怎么听话都听不着个四六来 我说的是我们 你们什么呀 我又爱着你们什么了 我们 我那俩儿子 你那俩外甥 梁凡 梁晨 我怎么啦 我怎么啦 我跟你说明了吧 这俩儿孩子的一切 你听清楚了 是一切都由他爸爸我负责 你怕我要死他们呢 一点都不假 你怎么看 是 你这俩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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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 你这俩儿子 你这俩儿子 我这俩儿子 然后等会儿 行 你不干 你不干你跟你妹妹单吃 我带孩子吃食堂去 分就分呗 我可张不开这个嘴 你张不开嘴 你张不开嘴我说 门没锁 来了 别 别关门 不行 烫 赶紧的 趁热喝 馒头里边我加了猪油 还加了白糖 都是你还吃的 拿回去 你瞧 你就是家里请的大师傅 你不也得跟人客客气气的吗 何况这饭都端到嘴边上来了 哪有不领情的道理呀 老叔 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不知道 那天晚上逢场做戏 还穿了帮 你这几天总这样 人家消受不起啊 拿回去吧 别怪我翻脸 这话您不用说 我全都明白 我说 你姐夫心格真够狠的 说愤就愤了 我们家的事 用不着你多愤 礼拜天 我找俩朋友 把你这小托帮归归 我姐夫下午就让他们 长期见科人 派人来收拾 张不开 得了 这个粥和馒头 二小姐 您就对付着用了 下不为例啊 一定 一定 别 我来 烫 烫 走 别 别 我帮我拿筷子了 你先回去吧 排队宛晚上我给你送回去 对了 我还有点事 想请教一下二小姐 你别那么酸成吗 这弄得我这鸡皮疙瘩之气 成 成 我那儿子他们音乐老师 说他有点艺术细胞 建议我让他悬而乐器 好事 是吧 给他买把二胡两块我往前 让他玩去吧 那玩儿忒土了 我听赵新说 你这儿有把小提琴 我的琴不外接 你瞧你说的 我知道 这东西是你的宝贝 平时自个儿都不舍得碰碰 我还哪敢提借呀 我上月脚行打听了 三十八块钱一把 我是想请你教教那孩子 我学是学过 但教不了孩子 你花钱呀 给他请个专业的吧 三十八块钱一把 快赶上你月工资了 我不能无人子弟 再这儿说了 我姐夫就烦着杨万英 我可不能再给自个儿添堵了 我又不兴凉 你堵了我心里不舒服 他堵了 我爱着我哪个筋疼啊 真是 红军还没来 还乡团 吓得不见了踪影 这帮穷鬼 炒要分咱家的田 连家丁都成了缩头乌龟 怕什么 咱们有枪 我一个个崩了他们 那么多的穷鬼 你哪儿崩得完 哎哟 怎么了 穷鬼扔进院子的石头 打在我屁股上了 杀的啊 就要打 快快快 咱们回屋躲躲 红阵大部队还在后面 连长派我到王家平侦查敌情 听说这里的地主手里有枪 我们不能够发 阿美美 尝尝 一大早清 我揪了这槐花 和帮面蒸的 天哪 我跟你说吧 这可街桶了 谁院的槐花也没咱院也行 我说 要不然每月 我拿细凉片 给你换粗凉片 来 让我看看 要不你老白人 我特不老人 说什么呢 马哥 你不吃细凉行 孩子总得吃吧 给你就拿 见爱的话我不爱听 其实红军的大部队还没有到 是他们自己吓破了胆 不许动 再等我去开枪啊 红军来了 快跑啊 红军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 谁教你们的 是哥哥编的 我们都排练了好几天了 梁大爷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演出 您就让我们演完了吧 这东西哪来的 是我刚刚弄商店买来的 哪来钱 过春节的时候 小阳和爷爷给我的压岁钱 还有我平时自己攒得卖破烂的钱 梁辰 你怎么对地主资产阶级这些东西 这么感兴趣啊 要大力歌颂 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形象 知道不知道 你们老是没告诉过你啊 告诉过 告诉过你还玩 这又不是真的 再说了 电影里也不也都 有好人也坏人吗 电影是电影 咱家是咱们家 我不许你把这破玩意 拿咱家来 小阳 是不是没有沐人志和黄世仁 就没有杨白老子死 那启上和大春 不就早就结婚了吗 这个悲剧故事 不就不成立了吗 是不是小阳 什么是不是小阳 管他自己行了 你干我 你早说了呀 说什么说 你拿来 小阳 行了 你别问我了 你给我 拿来 拿来 你给我 你给我 不玩就不玩 我自己收拾 收什么收 不玩扔冒房去 我不玩啊 不行 别扔冒房 你过哪个来 我拿 你拿过来 给我 我让你玩 我让你玩 让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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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玩 你烦啊你 你还喘粗气 我看你 你别打 他妈还喘 你还喘粗气 你还喘 梁哥 他妈 梁哥 你别动 我斗死你我 梁哥 梁哥 你松开我 你 梁哥 得 妈妈 我服你了 行吗 没钻成您吧 你看 都怪我了 我给您配个不是 不怪您 怪我 你瞧这疯孩子 你瞧 梁哥 你看 怎么说他也是个孩子 有话 你得慢慢说呀 孩子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是 打小妖不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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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了 长大了你还不吃了我你 不能 不能 梁哥 你看 我是个粗人 我不懂太多的大道理 但这 这小子嘛 他就是爱玩 你 他弹弹球 山方堡 他 他逗趣趣 得蜻蜓 可您这孩子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他 他能动笔 他写戏文 他写戏文 咱曾座如还拿我去了一等奖呢 这就是他编的 就是他编 他的编点仙剂人物啊 雷锋 王家 杨子荣 欧阳海 他 他怎么说也是有点意思 有意有意 我把你扔了去 有意思 他就不是那块料汤 我就是 是 小ady 是 杨子荣 她 杨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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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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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眼啊 蛤蟆眼 没多大块儿 哥哥 我跟你说正眼的呢 何姑娘是挺招人疼的 她骂我 我这心里就觉得舒坦 你说我怎么那么贱呢 你他妈高贱呢 哎 何爽 试着吃完了 上班去啊 老东西干嘛做 今天一大早五点钟就走了 床里组织去天津参观三条石 他是带队的 三条石什么东西啊 四本家剥削工人的大本营 那有什么好看的呀 还不如刘云亚他们家看收入院的雕塑展呢 四圈都买了 天使之过 哎 何爽 你帮我把俩孩子的床单备照拆下来 泡在盆里 我快来不及了 你干嘛呢 还不赶紧吃啊 我帮来个菜 有县城的馒头 让他们热的就得了 免得他们中午回来 没饭吃 哎 左嫂 我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 嗯 没什么锁上啊 好 今天过堆日 我和同学在街上偶然看见了小姨 有的同学说她像妖精 有的说她像女特务 他们的话让我很难过 爷爷的心愿 在小姨的努力下实现了 小姨的形象在我心中 一下变得高大起来 爸爸打了我 我恨她 但是我更恨小姨 她成了叛徒 她真的很无耻 现在想想爸爸的话是有道理的 资产阶级的臭小姐 跟我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后代 永远不可能站在一起 我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决定跟她断绝关系 我却是必须研发的 资产阶级感 谢谢 你当过两天兵 你就成无产阶级革命者了 我呸 你犯什么病了你 你爷爷生过贩子 你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 听明白了 我没说梁晨的爷爷 我说的你爷爷 日本鬼子争用了他的马 他破了产 你不能算是无产阶级 六亲不认 你这胡说什么呢你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喜欢梁晨 打他一生下来 他就跟我一块儿玩 我们俩从来没分开过 你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我 他是我外甥 我是他亲你 你想拆散我们 梁晨元你媚良心你 现在好 他想跟我断绝关系 都是你捣的鬼 我告诉你 这孩子心重 我们可不能伤他 血缘关系是客观事实 我不让他跟你接触 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谁说他要跟你断绝关系了 他日记里自己这么写的 梁晨记日记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无意中发现的 我事先警告你啊 这事你不能让孩子知道 你还警告我 这是自己个人吃鸡碗干饭吗 梁炳元 你还警告我 我不是怎么吃呢 行行行 我们家事你不能管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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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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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自如 不能太僵 然后右手呢 这样 这右手的弓弦 然后琴弦 承指脚 来 拉这个先 和手来了 手啊 还没吃呢吧 来得小还真不如来得巧 良辰 回来跟你小游 一块在这吃啊 手 手啊 良辰 你给我回家 我告诉你 打劲往后不准你计时计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记得这东西不符合谁在要求 老师说了 把平时自己看到的小事 和自己心里的感受记下来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 现在重要的不是提高作文水平 是提高人的政治思想水平 你看你记什么乱七八糟的 有一件好事好事吗这上面 徐雷锋小组的活动 我回回都参加 好人好事多了去了 但那是表扬稿 不属于记着记的形式 那你就写表扬稿 我觉得写表扬稿没意思 你甭你觉得你觉得的 没准你觉得那东西 就是错误的 良辰 我告诉你 我这为你好 你看你记着什么东西这是 水浒官后盘 水浒那书是你看的吗 你喜欢的什么人啊 一帮土匪强盗 书呢 还了 还了 有什么话 吃完饭再说 良辰 拿碗拿筷子 慢着 这孩子思想有疙瘩 别解开呢 解什么解呀 一个小孩子懂得屁啊 他小姨也是 我让他帮忙换个床单 换出这么多名堂来 屁大的小事 到你嘴里啊 全变味儿了 安排走 解手去 落后分子 这孩子思想有问题 现在不解决 将来后悔就晚了 行了 今儿到这儿吧 洗手吃饭 你看什么看啊 我告诉你 真没收了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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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一句话 我是你爸爸 我说话你得听 天经地义懂吗 这是我东西不能没收 你再讲 你跟我瞪眼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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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喝少妹妹 没吃了吧 昨晚你们家火灭 现身来不及 正好我这有包子 看见没有 酒菜鸡蛋 杯 你几个要我上班的 梁晨日记本呢 你没忘了 昨天说的话吗 我问你 梁晨日记本在哪儿 我烧了